嗨,我是九月,我想做一套这样的苗族银帽 不过一套这样完整的同事做下来,要花好几个月时间不说 还得要十多金银子,那得多少钱呀 喂,男侠,我寄给你的银矿十米收到了吗? 那个可以练银,我出材料你出力,我们五五分怎么样 嗯,好像还不错哎 现在就来研究一下银花罐怎么做 主体框架倒是不复杂 不过上面各式的银饰精巧繁复,而且要几百件 没想到男侠还真练出来了 二十金矿饰练出来十多金银子 这也太厉害了吧 先用它来打个银箭 用尖头吹吹打,可以让银条快速展开 再用银头吹吹打,使银银的厚度均匀 最后断烧退火 让表面的垂纹淡化就更完整了 没想到光是打铁就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还就这么一小块 现在做的是小喇叭 小喇叭行之简单 不过唱起来之后就会随着不复晃动 互相撞击 发出清晰的银银声 之前只觉得苗疆神秘 银饰华美 查阅资料才知道 苗族竟是五千年前九离赤友的后人 他们没有文字 就在银饰上名合他们的历史 这哪是一件饰品呢 简直就是一本无字史书 这是我能做出来的东西吗 我觉得得去苗寨带诗学艺 多了解之后才能做出正宗的苗族仪式 这里就是新的苗经吗 太美了 我找到了麻辽森 仪式锻造记忆的非译传承人 潘士学老师 请教之后 才发现这个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首先得做银饰 苗族银饰中银饰的运用极多 把银条手工垂系之后 这样从小孔中穿过 用力拉出 一根银条 滤进52次层层拉系后 才能得到这样一根细弱毛发的银丝 这只是第一步 接下来将银丝搓上布满薄纹的花丝之后 再根据之前画好的纹样 瞎丝造型 除了装饰作用 银饰对苗族其实还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因为苗族是一个迁徙的银族 把所有财物打成银饰 佩戴在身上 方便在战火来临时 夹随人走 另一方面 银饰这些花纹 在苗人看来 并非在雕花 而是克灵 银刻图腾就可以 恭请他们的祖先神灵 身着圣装 就意味着心灵附体 可以获得庇佑 正是因为银饰有着这种信仰般的意义 也造就了他们对工艺的极致追求 加速做好之后 再把它们放在银片上 地上棚沙水 焊结在一起 这一步需要特别小心 花丝只要没有沾上红砂水 壁火一撩就会融化 甚至银片稍不小心就会烧穿 不过这样操作之后 再简单的图案都会变得精致起来 苗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 从五千年前 久离不持有在周禄之战中战败开始 苗族的历史就写下了一个悲剧的起点 一场没有尽头的纤细 但是他们没有图写 即便是如此 依然保存着自己的信仰 图案全部剪下来后 还没有结束 还定这个工具再加工一下 轻轻的锤打 让造型立体起来 你看 花丝在银针上缠绕 滚平 这样可以做出来一根银丝弹簧 银饰组装时用它来做支撑 这样做好之后 银饰就会斜着动作轻轻颤抖 更为灵动 现在就可以把它们都组装起来了 描足银饰的华美也出现一单 这些装饰的配件都做好之后 就可以来做主体造型了 这是银帽的外缘 师傅这里有刻好的母板 可以探认 探认的内容 便是那场 给所有苗族骨骼 反复吟唱的上谷战争 这是帽子上面的部分 用两个硕大的脚 其实我一开始以为 这两个尖尖的是牛角 师傅说不是 是牛鱼和鸟的翅膀 鱼翼飞翔 是对光明的向往 在那场看不到镜头的迁徙中 面对一片望不到边的黑暗 变成一只鸟儿 飞去有光的地方 应该就是最美好的梦想了吧 银帽的主体部分 光是探订了图案还不够 还得暂刻镂空 让它变得更精致 先用火让风香软化 趁热把银片铺上去 按压服贴 松向变硬之后 就能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 这些图案都是要落空的 苗族银饰是以大为美 以众为美 但其实它的精细程度 也是无以附加的 在感叹于苗族银饰 反复华美的同时 要知道 这可是一个深入浮贫 银沛流利了几千年的民族 那种举世罕见的鲜血 那种天地之大 却无立足之地的感觉 我是意会 我都感觉无比绝望 可是苗儿没有妥协 他们宁愿与风霜为伴 宁愿以枫叶为屋顶 严实做床榻 也要保留他们的天 他们的神 他们的信仰 这个苦难的民族 穿过了七年的黑暗 毅然倔强地把他们的骄傲 带到了你的面前 前路荆棘 我们任装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